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手點讚、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講新加坡 正呀!新加坡 李顯龍昨晚在國慶群眾大會宣布 會調整組屋政策 明年下半年 建屋發展局會推出新的組屋分類框架 所有新預購組屋項目會分成 第一,標準地段組屋 接著還有優損地段組屋 以及黃金地段組屋 嘩!真棒呀! 在最核心地區的黃金地段組屋 買屋的人會津貼很多 但是 他就有很嚴格的售樓限制 即是他買回來之後 其實差不多是賣不到 李顯龍又宣布了 新加坡政府會號資70億波子 推出共同前進配套計劃 滿足中老年人的退休需要 這個配套有三個部份 第一個 就是就業儲蓄花紅 這些就為中低收入人群 每年提供高達1000元的公積金花紅 這些公積金餘額 未達到基本存款的中老年人士 就會有一個優蓄 就是1500元波子一次過 退休儲蓄花紅 以及最多1000元一次過的 保健儲蓄花紅 那麼 李顯龍 哇 厲害吧 厲害吧 新加坡有希望 不是銷售新加坡移民 雖然我有朋友是做這個 不過 大家看到的差別 李顯龍也說 近期有巨爭議的政治事件 不會拖慢領導班子交接的時間表 他就說第四代領導班子 逐漸發揮領導作用 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秦才 以及他的團隊完全有信心 呼籲 新加坡人全力支持王秦才 以及他的團隊 新加坡很厲害 李顯龍為什麼會說這件事情呢? 他就說他原本計劃是70歲之前交棒的 但是因為新冠疫情 要帶領國家度過危機 疫情過去之後 一個交接計劃 就回到正軌了 那些 有爭議政治事件 政府說會徹底透明去處理 所以透明度是很重要的 這個 那你說 整天唱好新加坡 這樣說不是唱不唱好的問題 而是別人做的事 就真的適合一點 不會說中低收入就不理會他們了 中低收入就被淘汰他們了 是不會的 Happy Wonder就說 因為現在地區找的地方也有困難 那當然了 當然有困難 其實新加坡當然有問題 那麼 祖屋的政策其實 是好的 大家看得到 對於居住需求 是很重要的 這個居住需求是幫到手的 其實祖屋是 新加坡其實 為什麼會有祖屋 其實 新加坡不是 一開始就這麼好的 1947年的時候 英國房屋委員會就做了一個報告 就說新加坡有一個世界上最 骯髒的貧民屈 是文明社會的恥辱 喏 其實 這個新加坡最初是去哪裡取經的呢 其實就是在香港取經的 其實就是 有些網友就是新加坡沒有地 沒有地是會找地的 馬場都不玩了 其實他們有跑馬的 他們馬場都拆起來起樓 有些事情其實 老實說 有些事情你也要看看別人做得怎麼樣 他們的政策是怎麼來的呢? 1959年的時候 人民行動黨 說如果選舉贏了 他們就會提供廉租屋 給窮人 其實 除了廉租之外當然 變成是便宜的屋子 賣給 一般人 如果你要新組屋 其實他們是怎樣的呢? 新加坡公民要 符合條件才可以買新組屋 但是如果你是永居的 只是永居新加坡 你沒有公民權的 你不是新加坡護照的 你也可以買 組屋 但是 你只可以買一些貴一些和殘屋的組屋 其實 建屋發展局是有一個規定的 一個完整家庭 同時 只能夠擁有一間政府的組屋 其實就是 還有 單身人士 是不是很容易買到組屋呢? 又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是有很多限制的 不過 這個計劃當然是有用的 那麼 就是 哈哈哈 拖得車 他說 李光耀夠強勢才可以的 那就不是只有夠強勢的 你說他是一個強勢的領導人 所以做到就不是這樣 現實就是 新加坡 他開始搞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 在不同地方看過不同的計劃 他想過一個方法 就是長遠幫助新加坡 你要想一些長遠一點的政策才可以的 很簡單地說 如果你的政策只是想五年 他當然是做到一劇的事情 但是 新加坡不是的 他們 這個人民行動黨 他們想著 是長期執政的 長期執政 他想一些事情 他就想長遠一點 起碼是想幾十年 你不要說他想一百年 他起碼是想幾十年 你跟只是想五年的人 就差很遠了 做事出來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這個 Rottis 說新加坡好像很接受其他人 香港做不到 那麼其實 新加坡跟香港有一個很不同的分別 香港其實都是華洋雜柱的社會來的 但是香港華人的比例就多很多 其實就是這樣 新加坡他本身 就是有華人 馬來人和印度人 他本身的地方就是有這些人 現在是沒辦法的 有很多事情是不同的 跟香港是不同的 那麼 蕭鋒蕭他就說了一件事 這個我知道是這樣的 他就說昨晚7點半 去旺角飯局 還沒點賽 視影已經提了 9點15分要清場 商場 就是晚上10點收檔 9點半商場已經十七九吉地鋪都拉閘 即是你星期日晚都敢搞夜市 是否燒風燒 其實香港的情況是不樂觀的 以及現在想一些政策很有趣 又是 就是我們這些叫做 他根本沒有想過全局如何處理現在的問題 他就說現在的市場不夠旺 就想一些事情去捕下去 那是不行的 老實說 你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又有全盤計劃 就是 讓人看到有一個邏輯在後面 整套東西是沒有邏輯的 這裏 這裏交功課 那裏交功課 結果 當然是很多問題 這裏交功課 輝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說 新加坡吸了這麼多中港資金 做新加坡國民受惠政策都很合理 他們其實就一直都是聚保盤來的 東南亞的錢很多都走過去他們那裏 現在就更多錢走過去那裏 包括 國內有錢人也走過去 香港有部份有錢人也走過去 其實很不同 ET 就說商場10點收不是正常嗎? 不是那麼正常 你叫人9點3清場是不正常的 你在香港 餐廳9點半叫你走 哪有可能是正常的 你說疫情之後是正常的 可能是 但是疫情前就絕對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有些事情你真的要想長遠一點 譬如 你公屋那裏 其實大家都看到的 很多人都知道 你正經典份工沒有資格申請的 那你究竟那些公屋被哪些人申請了呢? 你正經典份工的人 其實沒有可能申請到公屋的 其實有些政策是否應該 要改一改 要看一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好了 你就做一些簡約工屋 交工貨 你用了黃金地段 黃金地段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限制呢? 其實嚴格來說 你給租金的補貼 就很多了 如果你在黃金地段那裏建工屋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限制呢? 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像新加坡那樣 要不要分地段去限制呢? 即是你公屋也要分地段去限制 譬如舉個例子 你如果住在市區公屋的人 要不要 每年都要 看看收入是怎樣的 每年都要看看你的積蓄有多少 一旦過了的時候 要不要 做其他事情 要不就搬去一些遠一點的公屋 要不就要做其他事情 要不要想一下這些 即是如果你要 一個地方長遠 一些政策可以走下去 你不時要調整 不時要調整 而且 有些事情你不能夠用交功課的方式去處理 一旦用交功課的方式去處理 就很糟糕了 好了,講到這裡就算了 不是唱好新加坡 也不是唱壞香港 不過 大家 有些事情一比較就有傷害 就是這樣 休息一會,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記得聽說 但是,你可以以後 取得數以後 進入 但是,還有 wait, 有幾乎 撈着 地方 一個 居度 詞 打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